歌仔戏重现三顾茅庐经典桥段 唐美云歌仔戏团开演前戏 加紧彩排 歌仔戏演员唐美云和金剧老生唐文华细腻诠释三国人物刘备和诸葛亮 唐美云歌仔戏团年年推出新作 今年以三国故事为背景 周四开始将一连四天站上国家戏剧院 演出卧龙永远的比喻 其实我已经失眠很多天了 回家想休息的时候脑袋停不下来 因为都是音乐 然后都一直听到弹歌在唱歌 我们密集排练的情况之下大概洗脑了 休息到一半就忽然间醒过来 就自己赶快再把台词再顺一下 半夜的时候还是会下洗 因为不知不觉我太太就看了我首都舞蹈 就叫一下就起来 结果还是在睡梦中还在背心背词 这回二度洗手国光剧团 当家老生唐文华展开跨界合作 而戏剧故事也别有用心 不只陈述历史 更以人物情感作为核心 讲父子情 也谈君臣情 打造浪漫的三国史诗 开会协调其实已经将近 真正工作差不多快两年 与其这样子就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那我们不如来说一个 大家比较不清楚的三国的故事 以传统戏曲重现三国故事 为英雄人物注入血泪 也将让观众见证歌仔戏的力量与美丽 明镜新闻成员光奶红台北报道